俄罗斯对绿本一贯有些不太在乎 在与绿本与俄罗斯的互动中 安倍对普京都是毕恭毕敬 普京对安倍态度往往令人玩味 有时候细节中往往带有一种不屑 譬如安倍见普京如果迟到了 安倍那真的是满脸堆笑一路小跑 景象来人觉得有些好笑 安倍访问俄罗斯在记者会上 安倍说的一本正经 普京有些无聊在旁边玩起了笔 俄罗斯为什么对绿本总是一种不屑的感觉 其实这源于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俄罗斯在经济上是需要绿本的 尤其是在开发远东方面 俄罗斯希望绿本积极参与 所以俄罗斯也就相对积极发展与绿本的关系 另一方面 日本对俄罗斯一直有寄予 希望能够从俄罗斯手里逃回南迁群岛 所以绿本对俄罗斯总是一副惨媚的样子 但是南迁群岛俄罗斯是不可能给的 既然不准备给 态度上就不能太乐情 否则绿本会得寸进尺 所以普京或者是其他俄罗斯的领导人 对绿本总是一副看起来有些轻慢的样子 当然俄罗斯对绿本的某些轻慢还不至于这些 另外的因素还包含绿本是美国的盟友 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很差 美国要在西太平洋遏制俄罗斯 绿本就是桥头堡 所以俄罗斯关系实际上心理隔阂非常重 就算绿本2017年引入宙斯顿反导系统 很显然那是替美国当弹弓防俄罗斯的导弹 对此俄罗斯心知肚明也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2018年9月美绿城撤过一次绿本部署的 海基纽施顿反导系统取得成功 对于绿本的行为 俄罗斯对绿本的迁怒是先而易见的 试验成功后 俄罗斯对绿本进行了强烈抗议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强烈表示 部署这些反导系统 不会促进和平条约问题的解决 此外俄罗斯认为绿本部署 陆基纽施等航导系统 将破坏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 但绿本正在积极引进陆基纽施顿反导系统 俄罗斯和绿本现在的关系就是这个状况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状态 普京才在年度记者会上直接打脸绿本记者 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9日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 在护上普京对日本部署美国反导系统表达了不满 据俄塔斯社的报道 普京在年会上表示 俄罗斯不能不考虑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可能性 普京表示美国在部署中程导弹方面 与日本达成一致并不是我们说的 所以这些信息都是从你们那里获得的来自美国 我们不得不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包括在岛屿方面 我们是否有保证明天在这些岛屿上 不会出现新的美国打击系统 普京的吐槽显然是在告诉绿本 一旦绿本做了初一 俄罗斯就会做失误 俄罗斯很可能会在南千群岛上付出导弹 南千群岛距离日本太近了 对日本的威胁是形而易见的 另外当绿本新闻记者在描述世界安全局势时称 不排除未来可能发生核战争时 普京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并不太客气地说 闭嘴吧 即将发生的核战争 你知道正在说什么吗 其实说来也奇怪 这可不排除未来世界核战争的可能性 竟然从绿本记者嘴里问出来 还那么轻飘飘 难道这位绿本记者不知道 这世界只有绿本挨过原子弹吗 一个来自全世界唯一一个被原子弹炸过国家的记者 怎么能如此轻飘飘的核战争呢 试问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 难道绿本不怕首先核弹会落在绿本的国土上吗 那么普京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打断了这位绿本记者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 一普京不希望把俄美未来的军事较量影响了危险的核对抗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后 美俄的军事对抗只能是越来越激烈 而且俄罗斯是东面和西面全部沉压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作为落的一番 当然不希望军事较量过快升级 特别是向了战反向发展 更不要说向核战反向发展 核战争是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承受不起的冒险 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都将有将地球毁灭很多遍的能力 连冷战分享俄罗斯都不希望发展 普京怎么能够冷这个傻记者乱带节奏呢 而日本的这位记者装业实用样的确确很差 考虑到美俄都有毁灭地球很多遍的能力 所以核战争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灭亡 记忆这种背景 二战后的大国之间连热战都不敢打 所以才打了冷战 现在情况是核弹技术更先进 毁灭地球更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新冷战还远得很 哪里有什么核战争的可能 有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绿本这个记者一方面数字低下 对一些蚕食行为缺乏理解 如果他哪怕对历史稍有深刻一点的理解 就不会问出这种不合理是产食的问题 人类距离核战争还有太远的距离 这话怎么可以乱讲呢 另外这位绿本记者可能还包场火星 其他想借提问调动热点进一步调拨美俄关系 这样绿本就可以余温得利 可是这个绿本记者的确是打出了双盘 因为美俄的较量 绿本夹在中间肯定是绿本倒霉 而且两国交易也是交易绿本的利益 其实这位绿本记者不明白 核战争的确不是随便提的 说这话不是纯就是坏 反正不是正常人 因为一直核战争概率太低 而这局势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肯定不给这位记者再提问的机会 所以只能说 普京作为老政治家打脸及时 当然普京即使打脸利本记者 这也和普京对日本不满意的情绪有关 一看是日本记者就有三分不耐反 所以当日本记者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后 普京忍不住单场就怒对了 其实普京这么怒对下去 也是普京再向日本释放信号 日本要引进并部署美国的陆基防空导弹 那就要付出代价 并没有任何人感觉 谢谢你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我不能知道 他们会有任何人感觉 这就好像有什么 认为你看来 这就是 enthusiastic 这就是 就像西红 那一样的 这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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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